一械偵測 个个变成金波罗 给你什么钱先吃饭 现在你就给我拿钱 万千宠爱在一身 爱他变成害了他 第一次要嫌管教的儿子 竟然被儿子打回头 新闻淘宝 今晚8点半 无线财经资讯台 被问到何时落实 除销强积金对冲 林郑月娥说 有信心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 2019年的黑暴 跟着2020年的疫情 令到对冲的数字是屡创新高 过去一年 是有65亿打工仔女的血汗钱冲了去 究竟是否真的有信心 这一届里面完成到 取消对冲的立法工作 因为我所知道 是要修改8条法例 去新设一条新的法例 我可以很切实地和各位说 这条取消对冲的条例 已经通过了行政会议 现在是等于立法会 来到去一读和二读 但由于是新一届立法会 按着我刚才说的 行政立法合作的精神 我是要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先在劳工的事务委员会 作一个简介和讨论 然后我们就将这条 已经通过了行政会议的 取消对冲条例 提交给立法会 立法会召开首次会议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答案会发言 提到会带领管治团队 和立法会合作 并计划向立法会提交 超过40项立法建议 会议厅内悬挂了国徽和区徽 标志着特区政治体系的里程碑 无论是通过选举委员会界别 功能界别 或者地方选区选举进入议会 都是会反映社会各界不同的声音 和而不同 大家为市民谋福祉 为香港谋发展 我和管治团队 期望和议员充分合作 在经完善的选举制度之下 做出实际的成绩 争取市民认同 这届立法会初步提交的 40项立法建议 包括正在进行咨询 有关于版权条例的修订 防止儿童被虐的强制举报 提高职安建最高法则 取消强职金对冲 精简土地发展法定程序 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等 林郑月娥又在达文会提到 会带领管治团队和立法会合作 并且计划向立法会提交 超过40项立法建议 又回答国泰防疫漏洞等多项议题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出席新一届立法会首次达文会 她先和议员打招呼 不过部分议员要隔离检疫 或者听从主席的劝语 在家工作 会议厅未能错门 会议厅内悬挂了国徽和区徽 标志着特区政治体系的里程碑 我和管治团队期望和议员充分合作 在经完善的选举制度之下 做出实际的成绩 争取市民认同 她说初步计划向立法会提交 40项立法建议 包括版权条例修订 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和取消强积金对冲等等 2019年的黑暴 跟着2020年的疫情 令到对冲的数字是屡创新高 过去一年是有65亿打工子女的血汗钱冲了去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信心 这一届里面完成到呢 我可以很切实地和各位说 这条取消对冲的条例 已经通过了行政会议 现在是等于立法会来一读和二读 现在看下来这条条例是第一条 交给第七届立法会的条例草案 我也希望这个展示了本届政府 其实非常关心基层劳工的福利 对于柚子国泰基组人员违规 令到变种病毒Omicron在社区传播 林郑月娥重新会严肃跟进调查 豁免在空运和陆运方面 是一个既定的政策 但是不等于豁免了就没有网管 有些人真的是人来的 他不遵守 你就唯有去调查 惩署他 我可以在这里很清楚和大家说 我们不会放过一些违反了 我们定了的豁免的规例 而影响了香港的防疫状态的人 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 他又希望市民体谅和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 共同压制疫情 无线电视记者来自新报道 新一届立法会召开首次大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答案会 提出政策局增加到15个建议 包括新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分拆运防局 改组食卫局等等 林郑月娥说改组之后 将会理训各个政策局的职能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到立法会出席答案会 接受新一届议员提问 她在开场发言提到 建议改组各个政策局 将由目前13个增至15个 新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将会在文政事务局 接掌文化、艺术及体育事务 并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掌管电影、创意产业及旅游事务 运输及房屋局一开二 包括专责处理加快兴建工营房屋 监督私人住宅市场等的房屋局 以及处理香港海陆空交通 及物流发展的运输及物流局 同样建议分拆的 还有食物及卫生局 将会改组为医务卫生局 专责医疗及卫生政策 公共卫生工作 就会与环境局合并 改租为环境及生态局 处理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等政策 也有两个政策局改组 创新及科技局 改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推动本港创科应用 和智能生产的再工业化政策等 民政事务局改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加强以地区为本 制定青年政策 并将处理区议会检讨及后续工作 整合和理讯部分政策及相关工作的分工 统一政策事权 减少职能的分散 以上重组建议将令政策局 由今届的13个增加到15个 我建议其中9个 由政务司司长监督 另外6个是由财政司司长监督 让两位司长的分工更为平均 林郑月娥说 建议将会交由下届行政政官考虑 至于是否增设副司长 和管治风格有关 也都应该由下届特首决定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不过风临花园第三期 再有人初步确诊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场视察之后 话意收水职传播 所有B座居民要撤离 早前确诊的中信证券职员 也居住在风临花园第三期 大厦完成围风强检之后 居民出事检测阴性证明 或者戴了手环之后可以离开 大约75人接受检测 没有人性个案 由于大厦再有人初却 袁国勇到场视察 话意收水职传播所致 所有B座居民要撤离 而初却的竹高湾检疫中心保安 居住屯门保田村第三座 1200多人接受围风强检 没有人性个案 政府派人到访近900户 有近200户没有人应援 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 据了解 天水围嘉湖山庄新都医务中心 有大约30个市民 接种过期伏必泰疫苗 最长过期大约一至两个月 医务中心在嘉湖山庄新北江商场 消息说当局上个星期后期获释事件 发现有至少三十几剂伏必泰疫苗 过期大概一至两个月 有两个人长期不息 大部分人没有不息 当局已经寻求相关专家建议 如何跟进 以及留意相关市民接种之后的抗体反应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很快已经开始有第二个垂直传播 大家如果看回以前 其他第三第四波的时候 通常会有很多垂直传播的时候 社区已经有很多人受到感染 但这次不是 很早已经有两单的垂直传播出现 半句话说 我们真的觉得这个Omicron这个病毒 它空气传播能力很强 以致譬如有个人去到药房买东西 跟那个人只是在一个药房逗留了五到十分钟 已经因为感受到感染 而他们两个都戴了口罩 大家可能都留意到 美国CDC开始说 要所有人戴N95 于是今早已经开始问 究竟有没有需要 个个戴N95 我觉得这个暂时来说是不需要的 原因在美国或者加拿大 他们那个感染的数字高到很惊人 说是百万宗一日 然后周围都有病毒 他们真的有需要戴N95 但我们香港现在社区出现的个案仍然很低 我就觉得未需要戴N95 但有另外一件事可以考虑的 就是戴两个外科口罩 戴两个外科口罩 增加那个保护力 增加那个累过的能力 这个是可以值得考虑的